董事长 M集团的人已经到了 我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王伟林 想必这位就是M集团的新董事长 了 王董 好久不见 其实咱们也不用谈什么 因为看到我的脸 你们心中所有的疑惑就都解开了 不是吗 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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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你好吗 梦想 她好像是你妈妈 真正的妈妈 终于明白 M集团的人 为什么想吃掉损失了 董事长 该怎么办 妈妈还没有消息吗 你确定警察局那边 没有任何发生事故的报告吗 这个您放心 还没有 她和孟初夏 一次都没有联系过 你还不赶快去找 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在她任何可以出现的地方 留下消息 让她知道 孟成双回来了 长得真高 就是好像有点瘦 手长得也好看 姐 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到时候了 我当然要回家 那那个Michael 你的丈夫呢 你先陪我回家看爸妈 到时候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 好吗 妈 爸 爸 你是哪位影 爸 别叫我爸 我们家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儿 我们家 也不欢迎像你这样的美国国太太 请出去 妈 妈 妈 不管你们怎么怪我 恨我 我都不在乎 想法 爸里能骂我几句 我心里特别高兴 这十年间的每一个晚上 我都在盼望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以前 以前爸让我走 我可以拎着包转身就走 但是今天 无论你们是干我 打我 骂我 我都会赖着留下来 我要把我这些年 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们 妈 爸 对不起 十年前 十年前我对你们撒了谎 还记得 还记得初夏查到高考分数的那一天吗 我记得 那一天天气 特别好 妈高兴极了 跑到医院 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爸 我到医院去 告诉你爸 他最近心情不好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让他高兴高兴 那我走了啊 好 好 好嘞 我去给你盛点饭 我不吃了 我一会儿要跟客户谈事了 我着急走 姐 你看你现在的瘦状什么样了 干吗这么拼命啊 我要让你和梦翔 上最好的学校 过最好的生活 这样就不会因为背景差 而被别人欺负了 风水轮流转 说不定有一天梦翔 就能反过来站在那家人的面前 替我狠狠出一口气 初夏 跟爸爸说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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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那我还能活多久 睡衣线癌 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目前最重要的是 马上入院进行全面治疗 那不就是 用钱殉命吗 慢点 你又不来咱呢 练什么练 从今以后 我就是废人一个 你又来的不是 你看你双脚不好 总以命丢了好吧 陈生那边还说呢 初夏也大了 有他们俩在 就不用你这么苍狼了 对吧 初夏还有四年大学要多 梦想要快上小学了 咱们家 用钱的地儿是越来越多了 慢点慢点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这身子骨怎么就穷蒸气 爸 爸 我 我承诺了 要给梦想最好的生活 可是我自己 却成为了全家最大的负担 要放弃治疗 我想一个人默默地躲起来 直到生命结束 可是在生命的最后 我还想再到一个地方 去看一看 好 你让梦想接电话 喂 想象 妈妈在海边呢 妈妈过两天就回去 回去了 给你带大外科好不好 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去最近的派出所 非常感谢 这个包对我太重要了 报答你 不必了 不必了 举手之劳而已 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咱们就此告别吧 祝你在中国玩得愉快 小姐请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不必了吧 我的名字 很快就会消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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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还记得我吗 就是这儿了 这就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吃了这顿饭 我也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青岛 陈双 这两天 我给你提治疗意见的时候 你好像都没有在听 只是带着我到青岛到处游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提到了消失 陈双 你是不是没有治疗的打算 你先去 二位请慢用 好 谢谢 不客气 几年前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后来 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识了一个 背着吉他来吃饭的男孩 他比我小很多岁 却爱上了我 他的爱毁了我的一生 难道你是因为 失去了他才不愿意治疗的吗 不是这个原因 我跟他已经 有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 你是医生 你应该清楚我这个病 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这期间需要多么大的花费 我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一个癌症病人 我了解我的家人 他们一旦知道了实情 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会为我治病 我不能想象 我的妹妹和儿子 将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的生活已经毁了 不能再毁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 你要隐瞒他们 自己一个人等待死亡 你知道吗 生活不是一直在乎 我从小到大 都很叛逆 做了很多伤害我家人的事情 我不能再让他们伤心了 钱可以让你活动得更久 我被你捡到的包里 有很多现金 还有一块钻石表 你却仍然把它还给了我 陈霜 你的心灵很干净 实际上 我在美国 有一个针对癌症系统治疗的 临床试验计划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 但我并不能承诺 一定可以把你治好 你知道的 一线癌是很凶猛的 你是说 我有可能在 花费不高的情况下 活下去 在医学上 我从不说不可能 可是 可是我怎么去美国呢 陈霜 我的太太 在四十岁的时候 得癌症去世 从那以后 医院失业事 就是我的家 除了医学 我什么都不在乎 如果你信任我 我们可以结婚 这样的话 你就有了 美国身份 就可以帮助你治疗了 我的面都已经 交到你的手上了 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姐 不管是告诉你们实情 拖累钱就要为我看病 还是我一个人 默默地躲起来 梦想在童年 失去母亲这个事情 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我想 如果我可以选择 迈克尔跟他走 或许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所以我决定 为了儿子 我也要试一试 哪怕这个谎言 会让他备受伤害 但是起码 他知道他的母亲 还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活着 总有一天会相见的 我没有想到 我们会分别这么久 十年来 我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苟延残喘地在死亡线上 来回徘徊 手术做了一个又一个 医院的病友 也一个一个都走了 医生说 说我能活下来 已经是个奇迹了 迈克尔帮我介绍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样 在我身体好一些的时候 我就可以挣一点钱 然后寄给你们 去维系我在美国 赚大钱的这个谎言 半年前 迈克尔 外国的心脏方面出了问题 已经过时了 他没有儿女 作为妻子的我 成了遗产继承人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迈克尔 竟然是一个财阀世家的小儿子 名下的财产 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书 迈克尔临终前 给我留了东西 他知道我们熬过这 非人的十年 心里只想了解 一件是对儿子的思念 另外一件 就是活下来之后 要向沈家报仇 让他们也体会体会 我受到的这些痛苦 迈克尔以前 一直很反对我提 什么报仇的事情 可在遗言里面 他却让我用巨额的财产 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 我现在回来了 等了十年 我终于看到梦想 长到这么大 我还有能力 让他和初夏 过更好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我的实力 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沈家 陈生 让妈看看 你自己 什么的伤口 你妈的孩子 都是这妈嫂的脸 妈 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过最平庸的生活 可是老天爷 他非要一遍一遍地折磨我 我能怎么办 谁让你撒些众口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瞒了我们十年 你有没有把这个家当成家 你有没有把我们当成亲人 爸 爸 爸 我宁愿 爸 我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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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 我宁愿 我宁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